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 周三 5月29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 台湾的地理位置就是近邻暴政的定义 但愿意为台湾发生的国际声浪日益增加 中国越是欺负台湾 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就越多 这位美国前高级外交官还在访谈中分享了他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观察 习近平对中国并不是那么感兴趣 他只对党感兴趣 阿米蒂奇说 访台归来的前国务卿阿米蒂奇为拜登总统派遣出席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和副总统萧美琴就职典礼的代表团成员之一 其他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布莱恩·蒂斯 前任及现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补瑞哲 Richard Bush和劳拉罗森伯格 Laura Rosenberger 阿米蒂奇称 此行最主要的信息就是让台湾知道美国两党对台湾民主的支持 这位前美国高级外交官赞扬了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称内容向中国传递了一个清楚的信息 在我看来中国人可能理解了赖博士所说的许多话中的一句 那就是中国必须停止恐吓台湾 另一方面赖清德还说 我们愿意在相互尊重和尊严的基础上进行对话 从而将台湾推上了高位 我认为中国对此始料未及不知如何回应 于是他们像往常一样采取了强硬的霸凌行动 阿米蒂奇说 赖清德正式就职三天后 中国宣布进行为期两天 围绕台湾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并称目的是要验证夺权和联合打击以及控制关键领土的能力 北京还说这项军事演练是对台湾分裂分子的严厉惩罚 对此 阿米蒂奇表示 台湾在世界的地理位置就是近邻暴政的定义 台湾不得不忍受这一切 但当中国忙着欺负台湾的时候 放眼世界 越来越多人为台湾发胜 中国不明白 中国越是欺负台湾 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就越多 阿米蒂奇说 对于赖清德上任后两岸关系是否会日益紧张 阿米蒂奇认为 从台湾新政府的主要内阁布局来看 可以看到 从蔡英文政府到赖清德政府的连续性 这是向台湾朋友发出的信号 也是向北京发出的冷静信号 阿米蒂奇强调 台湾应从乌克兰战争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台湾必须专注于我们在乌克兰看到的有效手段 像是无人机等的非常规 不对称作战 还有防空 爱国者导弹 诸如此类 他说 现年79岁的阿米蒂奇曾在2001年到2005年小布什总统任内担任副国务卿 是国务院第二号人物 此外 他还曾在五角大楼担任多项要职 包括在1983年至1989年里跟总统任内为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 1993年阿米蒂奇成立阿米蒂奇国际咨询公司并担任总裁 专门为政府部门和各大企业在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领域提供咨询服务 熟人美国国防和外交政策的阿米蒂奇具备丰富与各国领袖交涉的经验 他回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上任时 当时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告诉他 不用担心习近平 因为习自己曾被下放 李光耀相信他不会重复那个错误 李光耀总理的那个评估是不正确的 他说 根据阿米蒂奇个人观察 习近平对中国并不是那么感兴趣 只对党感兴趣 所以当我和其他人谈论习近平时 我说他们应该想到法国的路易十四 太阳王 他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 他就是国家 我觉得习近平会说 他就是党 而党就是国家 以下是这次专访的全文翻译 VOA 您在台湾期间和新总统赖清德 以及其他新政府官员会面 您给台湾带来了什么信息 你们在那里讨论了什么 阿米蒂奇 我们给台湾带来的明显信息是两党对台湾民主的支持 我以前见过赖博士 我有机会和他共进晚餐 讨论了该地区的局势以及大陆施加的压力 显然 我们还和蔡英文博士共进了午餐 我们告诉他 在他很棒的八年总统任期后 我们有多么高兴 现在他自由了 VOA 赖清德总统就职三天后 中国举行了环绕台湾的军事演习 中国称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是对分裂行为的惩罚 您如何解读此次军演和中国的信息 阿米蒂奇 这种军事演习 惩罚性演习是意料之中的 赖清德的就职演说讲得非常好 在我看来 中国人可能理解了赖博士所说的许多话中的一句 那就是 中国必须停止恐吓台湾 另一方面 赖清德还说 我们愿意在相互尊重和尊严的基础上进行对话 从而将台湾推上了高位 我认为中国对此始料未及 不知如何回应 于是 他们像往常一样 采取了强硬的霸凌行动 VOA 正如您刚才所说 这在预料之内 预计中国将采取更多类似的军事和胁迫行动 鉴于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 而且毗邻台湾 美国在保卫台湾方面处于何种地位 阿米蒂奇 台湾在世界的地理位置 就是近邻暴政的定义 台湾不得不忍受这一切 但是 当中国忙着欺负台湾的时候 放眼世界 越来越多的人为台湾发胜 甚至在世界卫生大会上也是如此 许多人为台湾发胜 我相信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中国不明白 中国越是欺负台湾 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就越多 VOA 说到军事威胁 一个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迈克尔 迈考尔所率领的国会代表团 本周也在台湾会见了新任总统赖清德 他说 台湾之前购买的 但一直被延宕的武器 已经在送来的路上了 您认为 台湾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军事资产 才能达到最佳的威慑效果 阿米蒂奇 首先 不只是有一个众议院代表团 今天 由参议员达克沃斯 克里斯 库恩斯 丹 沙利文 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新参议员率领的代表团 也带着同样的信息 那就是两党对台湾的支持 我们将根据台湾关系法履行对台湾的责任 我们和其他许多人一起向赖清德总统传达了这一信息 有这么多外国代表参加了他的就职典礼 这让我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VOA 我们来谈谈世界其他地区 您提到乌克兰战争 事实上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最近在他第五任期开始后访问了中国 您对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关系感到担心吗 阿米蒂奇 我担心 因为当我看俄罗斯和中国时 我同时还看到了朝鲜和伊朗 同时面对这四个国家的亚洲局势是我们前所未有的 所以我担心吗 当然了 那我是否特别担心 倒没有 我的理解是 普京对他在北京之行中发生的事情并不完全满意 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VOA 您希望中国能在解决地区冲突上做得更多吗 阿米蒂奇 你是说在乌克兰 我当然希望看到中国对这个令全世界担忧的冲突地区负起应有的责任 但我不认为中国急于这么做 中国总是说我们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而现在俄罗斯侵犯了乌克兰的主权 而中国则保持沉默 VOA 我们来谈谈南中国海的局势 菲律宾现在面临着中国在该地区越来越强硬的行为和动作 您怎么看待中国在该地区的行为 阿米蒂奇 首先 中国一直说没有人会进行联合巡逻来协助菲律宾 他们错了 中国没有清楚地理解到 在我们与菲律宾的共同防御条约中 斯卡伯勒浅滩 Scarborough Show 中国称黄岩岛 第二托马斯交 Second Thomas Show 中国称人爱交 这些都在属于我们的责任范围的地区 中国必须非常小心 看看过去一年发生了什么 那些历史上对台湾海峡安全事务不太感兴趣的国家突然都变得非常感兴趣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英国 当然还有美国 我们都在该地区巡逻 这是由中国引起的 不是菲律宾引起的 不是台湾引起的 也不是日本引起的 这是因为中国的行为导致的 VOA 您担心南中国海的局势会成为新的冲突点吗 阿米蒂奇 当很多军队靠得很近时 我总会担心 比如2001年 美国在中国大陆附近飞行时 中国和美国的飞机之间出现了问题 那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冲突点 但我们能将它解决 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看看最近发生的事情 中国渔民在金门不小心撞上了台湾海岸警卫队的船只 导致两名中国公民丧生 中国对此表示不满 但他们保持了足够的冷静 使问题得以解决 没有人希望冲突 美国最不希望 我们必须尽我们的努力确保局势不会升级 VOA 我们刚谈到了几个不同地区的冲突或危险 就这些地区而言 比如乌克兰战争 中东局势 南中国海的军事形势 以及印太地区的问题 您认为哪个地区对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构成最大的威胁 阿米蒂奇 可能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因为我们在乌克兰的投资很大 美国的投资很大 但我认为在美国 任何外交政策专家都不会试图以重要性来进行排序 我们的注意力和我们的利益是全球性的 因此 把一个问题排序在另一个问题之上 其实是在给那些没有被排在守卫的地区带来麻烦 如果你记得1950年 我们的国务卿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 朝鲜不在美国的防御范围内 结果呢 几个月后 朝鲜入侵了 所以我会说 尝试排序是错误的做法 VOA 我们知道您在国务院和国防部担任过多个职位 就您的观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个怎样的人 阿米蒂奇 习近平刚上任时 我在访问新加坡 李光耀总理告诉我 你不用担心习近平 因为他的父亲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 而习近平则被下放到农村 我当时甚至不知道下放是什么意思 但在李光耀的理解中 习近平曾被送到在教育营 因此他不会重复那个错误 李光耀总理的评估是不正确的 我个人对习近平的看法是 他对中国并不是那么感兴趣 他只对党感兴趣 所以当我和其他人谈论习近平时 我说他们应该想到法国的路易十四太阳王 他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 他就是国家 我觉得习近平会说 他就是党 而党就是国家 VOA 如果你有机会与习近平主席共进晚餐 或坐下来谈话 你会对他说什么 阿米蒂奇 我知道我之前级别的位置 我与习近平的级别不相等 但我会回应他的问题 同时 我也会确保他知道 至少就我这位美国公民而言 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对待 我们在国际上的义务和责任的